大家好 我是丁超 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既然指數是開盤跌比較多 那收盤跌幅跟跌點都有縮小 剩下跌105點 量收 量收反彈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开盤开在这里 我是觉得这个算法很奇怪 这个开盤就开在这里 如果你第一盤来看 是开265点 是不是 如果是五分钟第一盤来看 是开265点 但是它指数不是这样算 它一开盤那个刹那 比如说它一开盤那个瞬间 你看台积电就好 开313 几乎是你看台积电是开313 你看台这个473 是不是最低 这个是开最低 这个是我要拿钱这个给你看 那这个也是开最低 是开773最低 所以它开盤 不应该只有跌129 对不对 没错 开最低嘛 那开盤怎么开129 你了解我意思吗 我常常对这个K线 因为我们 这个K线我跟各位讲 正确答案应该是一个中长红 它不是这种线 它是应该涨得像这样才对 但是这个反正不管 因为它收盘的点数 是跌105点 是没有错 那最低点跌了291点 也都没错 就是下引线 但是下引线没有这么长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说开低之后 例如说我们美国股市它来讲 这个还是比较正确 你看 譬如说美国股市这样子 首先开低嘛 开低 开低一度走高 最后收低 K线就涨这样 这样比较好判断嘛 因为有个上引线 是不是 那你看这里 这里的话你看 那等于是开盤 你看起来开盤开这么高 因为开盤价 因为K线的算法是开盤价在这里 开低 开低 侧低 走高 有小上引线 有长下引线 是收了实体K线 也不是实体K线 就是收这个仿 有点类似像仿锤线或是倾停线 对不对 没有错吧 所以我跟各位讲 当然这题外话 我是跟各位讲 就是 反正它就是开低 开低走高的意思 但是K线来讲 你看起来这样 对不对 这到底好还是不好 我跟各位讲 这个叫 如果你单纯这个K线 都不要讲其他的 因为我认为今天是 涨这样的K线才对 那这样子对不对 你看这里就好了 你看台积电就好 台积电不是就这样 涨这样的K线吗 开低走高嘛 联发科不是就涨这样的K线吗 我没有骗你吧 鸿海不是就这样涨这样的K线吗 那这个K线涨这样不对 应该是一个 应该涨这样才对 这样比较像 对不对 最多有个小下影线嘛 比如说像这样 最多有个小下影线这样 这样才对 但这个是不是破坏掉了 当然破坏掉了 因为我昨天的测标就讲说 这个是它开低走高 它可能反转 我们昨天是说 非常类似像可能反转的讯号 可是我们说还要再确认一次 为什么要确认 因为如果说这样子 这两股票我给各位看这两股票 这两股票叫原钢 今天又涨停盘对不对 今天是不是开低盘 开低盘 那开低盘因为这两股票非常强大 因为当初贸科也多 然后阻力也熟嘛 对不对 这开低盘如果说开低往下走 那就这样就倒行反转 这开盘在这里 开低往下走就是倒行反转 就是这样跳下来 可是它为什么没办 因为你在昨天看到原钢开高走低 很危险嘛对不对 可是今天如果开低走低 那就是确认反转 就是确认 所以你要确认有没有反转 要隔天 不是说当天一定有效 当天不一定有效 当天是有非常大的机会 所以我昨天测标才会写可能 其实应该是八九成就会有效 但是问题是有时候个别股 它力量就这么强大 它硬扯上去 那就是这个是失败的 这个是一个失败的倒行反转 就是一个失败 因为早上只有一点点时间 它形成倒行反转 后来又上去了嘛 对不对 以这个为例嘛 那这个呢 它昨天是开高走低 收最低量增 今天假设这样 因为我假设K线是对的 开低侧低走高量收 所以这个导行反转还是成立的 不会因为今天的K线 开低走高就改变 不会因为我们是看的是整个趋势嘛 那当然很多人跟你讲 就是早上我在联系的时候 很多人就一定跟主持人就问我说 说这个盘是看法 我说这个盘 如果说今天我满手都担 我昨天一定跟你讲 今天会开低走高 你信不信 或者是我告诉你 今天就是买点 如果昨天股票都没有卖 假设我是满手都担 那我一定跟你讲 因为硬拗也要这样拗 你说今天没关系 美国大跌会开低走高 或者是如果说今天再跌 其实没有关系 会再反弹的 我一定这样讲嘛 可是我要讲实话的就是 它就是倒行反转 这个两个跳 这个不是只有台北股市这样啊 如果是只有台北股市这样 那没事 那只有我们在晚没事 对不对 我给各位看一下cadden 那今天理论上来讲 它可以测 它是可以测月线 上升月线在这里 这条线嘛 它是可以测的 但是为什么它没有测 因为这个墙 台积电只有到 连十字新线都没有碰到 它强 对不对 是不是它强 因为它很强 所以它没有到这里来 它没有落入这个十日线 二十日新线之间 像联发科就有进来 对不对 它就打到月线 它也打到月线 它也打到月线 今天这讲等股票 为什么讲这个 因为它是全时股 它是非常大的全时才要讲 小股票就不讲 台积电这么强 所以大盘就强 大盘就不用到月线 你看因为扣掉台积电的空间 否则的话它会到月线 这个没有台积电 它就会到月线来 是不是 它是不是到月线 这条 低点有没有到这里来 有嘛 对不对 它也是量缩反弹 对不对 没有错吧 那我再给各位看一下美国股市就知道 美国股市是不是反转 没有错吧 那老师那美国股市这一根K线 会不会像这里这里一样 我现在不敢保证说不会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高档 一样是黑色K线 这个是第一档的K色K线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说要买股票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一个K线 这个也是一个黑色K线 像这个比较高档区的黑色K线 跟低档区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比如说这个 道琼公会指数在2月24号 刚开始要跌的时候 出现了中长黑之后 就一路往下跌 但是在还是一个涨势当中 就没有关系 如果它是一个 还是一个涨势当中就没有关系 如果像这里还是一个高点 没出现之前没有关系 例所这里 那这根K线会不会就是破线破价 是不是 或者是只是像这样而已 我可以跟你讲 我们要比较一个基期 如果说今天台北股市 它是在8500点 9000点 9500点 那你这一根K线 你可以忽视 其实它就是 一个进行当中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说这种K线 如果说好 老师你说这个有过新高 过历史新高 我就讲过 它为什么过历史新高 因为它有尖牙股 它比较厉害 为什么它会过历史新高 因为它有NVIDIA 它比较厉害 但是昨天都已经回撤 这个还没有碰到上升的月经线 可是它已经快碰到 那台北股市 也差点碰到 对不对 是因为台积电距离它遥远 可是它已经是破线破价 你注意看 这个是大的量的 这个不是小量 我所谓的破线破价比 表示这个 因为台北股市昨天是量大的 是量大的出货盘 对不对 量大的 而且这种K线我讲 我教过各位了 开高要比昨天更高 走低比昨天更低 收盘要比昨天更低 叫单日的收盘价反转 这技术分析都有交 而且要放量 才能成立 那现在有没有成立 成立 完全成立 因为昨天我不敢说成立 是因为 我不知道今天 那今天 我不管你今天是跌300点也好 跌50点也好 跌150点 都叫成立 因为它量收 它没有办法吞噬这个地方来 所以美国股市现在是这样 它也是量增 量比较增的一个跳空 这个多少导算反转 这个都有缺口在 是不是 没有错 跟我们台北股市一样 它比较连注 它这个是之前 这个是中小型股 那美国股市今天晚上 如果反弹 合不合理 它到月线 当然反弹当然合理 因为跌这么多 都不是到月线来吗 破月线 到破月线 破月线没有关系 因为月线还是往上走 但是问题是 我讲的是 我讲的是它破坏这个技术面 那破坏这个技术面 我不能跟你讲说 这里是很好的一个卖点 在技术分析里面没有这样讲 所以它是一个卖点 也就是说其实昨天很多人都来不及卖股票 因为它昨天是瞬间开高以后 瞬间这样走跌嘛 昨天是很恐怖啊 昨天瞬间这样子一下跌了一两百点下来嘛 对瞬间嘛 昨天嘛 那很多人当然来不及卖啊 包含主力也来不及卖啊 怎么会来得及呢 是不是 怎么会来得及卖股票呢 因为那瞬间的嘛 整个亚洲股市都是这样的 那当然 你瞬间没有卖的人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你是主力 你昨天来不及卖 那你今天会做什么动作 你今天会在美国大跌的时候 去早上一开盘就卖吗 我想你应该不会这么笨吧 应该不会这样做吧 所以因为主力是控盘者 它不是散户是控盘者 主力它的行为模式它是走在前面的 所谓主力包含的外资也是 投信也是 自营商也是 不是主力不是说一定是谁 那就是主要的力量 那它开低之后 它开低是顺势盘开低嘛 开到今天的比较低嘛 个股都比较开得很低嘛 然后开低之后 它把它自己开低 然后再买上来嘛 那顺便出啊 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开低是法人在开的嘛 主力在开低的嘛 那开低之后 它有好几个户头嘛 它就慢慢把它买上来 边拉边出嘛 这个户头拉给这个户头出掉吧 所以为什么没有 因为它不是要买啊 虽然今天外资也是小幅度买超 那是因为 但是问题是 它不是真正要买 真正要买怎么会成交量这么少 真正要买怎么成交量会这么少 如果真正要买成交量怎么没有放大 并没有放大成交量啊 这不是真正要买啊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盘是有问题的 所以 昨天的开高走低 也许你被吓一跳没有卖没关系 但是今天的量缩反弹就是卖点 当然我不是讲所有股票 因为还是有股票创新 我讲的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股票 甚至百分之九十五的股票 你要解我意思吗 你不能打一档两档股票来贴这个标签不行 因为我们讲的是 以跟大盘联动度比较相关的 当然少数股票还能够创新高 那个排除在外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下回来准备一下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好的欢迎回到基本上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Telegram 可以现在直接加入Telegram 1953008超级大赢家 我们为什么要加入Telegram 就是因为有一些信息会贴文在Telegram 会分享给你看法 还怎么操作股票 当然现在LINEAT已经几乎是没有在 LINEAT现在已经很少在用了 就是都是已经是转到这个Telegram来了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还没有加入 你要加入 因为这个是 尤其这个盘式 面临的相当尴尬 因为这里的喷出是正常 因为是做最后的喷出 整理之后做最后的喷出 那就是由台币 你看台币就知道 直接急升 这段就急升下来 那问题是台币会不会一直升 不会 它不可能会一直升 就是热钱进来 那各国都是这样 你看到美元指数 如果这边有看到美元指数的话 这边不晓得有美元指数 没有 你看美元指数就知道 它就是一直扁 所以它美元指数也是因为 它急扁之后破了96 它可能开始会做一个急升上去 所以大概是这样 因为货币你也可以观察到 整个货币跟台北股市的一个联动 了解我意思吗 好 那我要跟各位讲就是美国股市 今天晚上反弹的机会有多大 非常大 会不会大涨 不容易 因为它已经是压制了 比如说昨天晚上 比如说这样子好了 美国股市昨天跌这么多 比如说这里 我们看一下 美国股市跌这么多 这边不晓得能不能看到 美国股市跌这么多 比如说这样 这边跌了500多点 这里跌了1800多点 这边也跌了1180几点 这个跌幅都是 5-6% 基本消费 5-6% 那5-6% 你注意看 5-6% 那我们台北股市 从这里到这里跌个500点 差不多也是5-6% 差不多吧 没有错吧 最高到最低 500多点 那为什么我们能够反弹呢 因为市场在预期 其实韩国也是一样 日本也一样 市场在预期 日本也是打到了 日经指数率打到了月线 是不是 它也是跌了5%下来 市场在预期 预期什么 美国股市今天晚上会反弹 因为美国股市是 昨天开始第一天真正大跌 如果以科技股来讲的话 以这个科技股来讲 前天还在创新高 对不对 那这个已经是盘了两三天了 是不是 没有错吧 美国股市那这样子 跌下来 那台北股市是不是 就是我们昨天到前天 因为今天跟昨天比起来 两天加起来大概也超过 差不多5% 5%左右 所以也是跟上美国 对不对 没有错吧 就低点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收最低呢 正常来讲我们也要 美国跌这么多 跌5-6% 我们应该也要收到最低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收最低 因为在预期 今天晚上 美国会反弹 预期会反弹 那如果美国股市今天晚上反弹 台北股市礼拜一会不会涨 那就可不一定了 那要看礼拜一的美国盘后盘 除非是涨幅跟涨点 全部把它吃掉 比如说这边跌了5-6% 跌这么多 你涨幅跟涨点 不但要超过这一半 可能还不止要一半以上 因为这跌很多 跌很多的话 我们今天如果收在 收黑色K线 那就跟美国同步 可是它不是收黑色K线 这个甚至量的收更厉害 OTC你看根本没有什么成交量 它打到了 是不是打到了月线 是不是 那你美国股市如果说今天晚上反弹 今天晚上反弹 那我们台北股市 等于是说今天先反弹 不是吗 跟日本也是一样 韩国也是一样 因为是预期亚洲股市 预期美国股市 今天晚上会反弹 礼拜五今天晚上会反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跑起来 先涨起来 对不对 等于是那为什么说先涨 今天没有涨 为什么说涨 你从最低到最高 这个就算涨 你了解我意思吗 因为它没有说最低 这个算是这个之涨 那这个位置你会觉得说 好像没事 好像都会跟这个以前一样 打下来打地砖 好像就是会涨上去 那不一样 好像跟这个一样 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为什么 这越来越高的位置 是相对位置 因为它已经是高基期了 它已经反弹了3400多点 它不是完全没有动 不是85009000点 如果是这个地方 当然今天没事 那问题是这样子的话 就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变动 所以昨天放量 破现破价 这是一个事实 我昨天说可能 但是因为今天要确认 那今天已经确认了 那今天量收 对啊 反弹量收 下跌量增 而且是破现破价 还是单日收盤价反转 那今天量收 虽然是缩小跌幅跟跌点 可是它就是量收 那这个是存在的 这个形态是存在的 这骗不了人的 所以美国股市你看也是这样 是不是老型反转 而且量大的反转 那美国股市如果今天晚上反弹 除非它把昨天的涨幅跟涨点 全部要回来 把这个昨天跌的 这五六percent 全部今天 全部都拿回来 否则如果只有反弹一半 还是三分之一 就是昨天的跌幅跟跌点 我是说美国股市 那对礼拜一没什么帮助 对我们台北股市 礼拜一没什么帮助 因为我们今天先反弹 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 那假设 美国股市今天是开高走低怎么办 你当然认为不可能 很多人认为说 这不可能的事情 我跟你说 没什么事情没可能 当初三月份的时候 美国股市这样子 一天都是这样跌 两三千点 那时候常常在垄断 总共垄断了五次 我们也觉得不可能 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是不是 当初美国股市 道琼工业指数还曾经跌了三千点 昨天跌了一两千点算什么 我们又不是没看过 对不对 大家说我又是没看过 以前都要好几次熔断了 五次熔断 跌了都两三千点 对不对 又不是没看过 那如果这边 它是要向这里怎么办 如果这里 也是要向这里怎么办 不要说跌这么久 也不要说跌这么远 如果是这样要多跌底线 跌到了上升的季线 可不可以接受 因为季线也是扣底值 扣底底值 所以季线往上走了 如果美国股市跌到季线 台北股市会不会跌到季线 保证会 一定会 这我没有疑虑的 那美国股市会不会 甚至跌到季线呢 我不敢说一定会 但是如果以美国股市 涨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它如果回测到季线 那基底底部还是非常遥远 这样可不可以接受 还是说永远不能接受 一定要涨才可以 它是沿着时日线 跟涨金线一直往上垫高 这个是一个热情行情 一个资金效应行情 可是它不是基金率 在基本面行情 涨多之后总要做一个修正回撤 那也是合情合理 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所以如果美国股市 在我不是说今天晚上 我是说美国股市 在未来的时间里面 比如说现在到6月底 或到7月份 6月份 它回撤到上升的季线 可不可以接受 你先把我这个话 先把它挤起来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如果说你在低档区 8500 8000 9000点 9000多点 1万点以下 没有买股票的 其实你在这个地方 再买什么股票 也没什么意义的 我在这个礼拜不是这样讲 你这样等于是帮人家 作价了 帮人家抬价了 你可以等啊 因为我讲过 你没有买股票 不会怎样啊 我们不做股票 又不会怎样 干嘛一定要做股票呢 没有人规定 我们一定要买啊 那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礼拜去买的 有什么好处 你在这里面买 跟这边买的意义 是不一样的 跟这边买的意义 是不一样的 这边买的意义 好像跟这边 好像很有一样 你知道我意思吗 因为你涨这么 又不是没有涨 涨这么 股票价格这么贵 这个时候来 再来帮人家抬价 有意义吗 我们为什么不能等呢 我们可以等啊 也许真的会让我们等到啊 等到这里来啊 你觉得不可能吗 股票市场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啊 因为它是往上走的啊 那往上走的话 也许不用跌到这里啊 它会慢慢跑 跑到这里来 也许到这边 季线就已经跑到这里来 也可以啊 了解我意思吗 这是一个概念的问题啊 董事长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Telegram 现在就马上加入 Telegram 193008 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直接跟我们线上助理联络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下周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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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